但是我觉得圆形图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会改来改去 所以最好的一个呈现方式是 我还是把它变成所谓的一个直条图 所以你可以在设计变更 变更里面 假设我把它变成 变成这种方式群组直条图来呈现好了 好我先把这边先把这边关掉 关掉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一看就知道 技术它是我们公司获利的主要来源 它跟第二年就差了差不多快一倍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看2020年 2020年基本上还是一样 它还是它比它多 它比较它比较多 好然后技术还是高居第一 然后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技术打开 技术就这四个这四个加起来绝对超过他们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看9月 所以当我今天看到9月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 家具跟办公用品先不看 这是家具只是办公用品 然后在中间这四个复制器跟机器之间的一个变化 好所以可以发现主要就是电话这边大幅在减少 可是等一下你会发现电话又在增加回来 10月电话是不是又在增加 11月甚至电话超过复制器 12月这个电话跟这个复制器 12月这个月不晓得复制器发生什么事了 大幅缩水 好了这就是我们要去提供给老板的资讯 让老板可以来去知道说 可能电话跟复制器在技术类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才能够从中去发现这样子的情形 然后去想办法试图解决问题 这就是苏鸟分析所希望扮演的角色